創意理財近在運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傳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表現不錯了 因為今天整個指數是跳空開高 那目前也長得差不多有 快接近百點 不過你從今天的盤 你會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指數是漲的對不對 這是不含電子類股的指數 今天開高走低了 現在就已經達到平盤 這告訴我們什麼 股票不要亂做 一定要做到對的方向 否則的話你看到指數在漲 你的股票一直在點 這叫做賺指數賠價差 OK 好 那這個禮拜正好是遇到期貨的結算 所以我們今天的測標是寫著說 本週結算的操作策略 就是說操作的方向它到底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切入 這東西我待會會很詳細跟大家做解說 告訴你 這個禮拜你應該把資金放在 哪一個族群 哪一個方向 這東西我們慢慢來解答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盤勢了 台北股市今天為什麼能夠繼續在漲 因為美股沒有跌下來 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 高科技股又在漲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目前的美股 應該不是美股啦 就是說目前的全球股市 全球的金融 都還是受到通膨的影響啦 因為從美國公佈的數據裡面來看 PC年增3.6% 創30年新高 PPI它也在創高 CPI它也在創高 所以如果說你從上個禮拜的一些 國際金融的數據裡面來看 比方說 油價近期就是在這邊維持區間嘛 那美國 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它突然跳起來 可是跳起來呢 現在也是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 好 那各位 我們再來看 美元創高嘛 創高之後呢 這兩天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震盪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美股能夠禮拜五的時候再走高 那是因為這個禮拜 美國沒有公佈什麼太重要的經濟數據 除了那個什麼開工率之外 那如果說你說有比較重要的經濟數據 應該是放在歐洲啦 英國跟歐洲要公佈CPI指數 還有日本也要公佈CPI指數 那這個禮拜的美股會比較震盪 如果會比較震盪的話 最主要就是一些聯準會官員的一個談話啦 所以呢 如果我們就先從美股這塊來看 我上禮拜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這禮拜要怎麼看 你去看 上個禮拜我有跟各位講嘛 美股雖然在禮拜三的時候跌下來 可是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說美股應該不至於一下就破月線 他會在這裡維持一個區間 維持一個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等到下旬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啦 因為11月10號 那時候我跟他講他月線成本在這嘛 然後慢慢的月線成本會上來嘛 那經過這個禮拜月線成本還沒有完全上來 但是再過一個禮拜之後 月線成本上來 到時候呢 反而下旬要注意什麼 美股的這個區間盤 到下旬的時候 它會不會破月線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時間點 不過今天11月15號 還有點時間 所以先不用急這個 先不用急這個 那你會發現到 美國股市現在就如同 我們就說它是維持區間盤 那既然你美國維持區間盤 那你這個禮拜的台股市起貨結算 那我上個禮拜也跟各位講 這一波的台北股市啊 你看到今天那還在創高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 亞洲股市好不容易談起來嘛對不對 我記得11號那天我跟他講 因為美股市維持區間 所以我說跌這個比較跌比較深的 亞洲股市照理說 它應該也會反彈 它應該也會反彈 但是我還是提醒各位啦 下旬的時候再過一個禮拜 左右要注意一下 它會不會破月限 OK好 那以後還有時間先不用急 那台北股市這個禮拜 上禮拜就說啦 台股會相對比較強的原因 我覺得應該是放在籌碼的部分 因為這波外資的期貨倉位空單有 所以這個禮拜的盤會怎麼走 上禮拜就說啦 我預計這個禮拜的盤應該會有機會 比較偏拉高結算啦 但是未來這兩天多少都會有一些 屬於那種多空的一個交戰 所以慢慢的這個震盪也會開始加劇 那結算完之後呢 要再去看 外資 新的布局的一個倉位啦 那因為美股是比較偏區間啦 所以我認為說 還是會比較偏一下區間的牌 那到了下個禮拜的時候就稍微注意一下 美股的變化 會不會造成說 美國股市這地方會有破月限的危機 那我要怎麼去看這個危機 很簡單啊 還是看這個啊 看這個整理完之後 因為已經漲上來創新高嘛 啊創新高之後呢 稍微修正管理合理啊 如果說整理個三天到五天也算合理啦 但如果說美元再走高的話 好 那就要預防 這個地方的月限上來 因為接下來嘛 這一個禮拜月限成本都在這裡 都還沒有上來 但是在這邊走區間的時候月限會上來 所以我認為到了下個禮拜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月限會不會跌破 所以台股要怎麼做 好 我們來仔細看 既然美股還沒有要下來 那是到下旬的事情 那你台股這地方因為結算 還有機會稍微去做一個 拉高結算的動作 可是拉高結算完之後 我認為應該就會開始出現震盪了 那這種震盪的盤局呢 如我之前說的 11月拉回佔買方 好 那時候10月底的時候跟他講 但是你要怎麼再買方 11月1號我跟他講 你要用佈局的心態去面對11月的盤 什麼叫做用佈局的心態 我們剛剛有說嘛 台股今天是漲得沒有錯啊 可是你看那個 不含電子類股指數一直在0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去買到錯的方向 這個盤跟你沒關係 還是一直連環套 所以你現在要怎麼樣去做 用佈局的心態面對11月的盤 掌握新的輪動 那現在要怎麼去做 我們就直接來看了 因為到現在為止 當然你說市場上面的主流 到底在哪裡 真正的主角到底在哪裡 當然很多人會跟你說啦 還是傳產啦 那有人跟你講啦 可能應該是放在電子啦 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你電子類股不長 你長其他的東西長不上來 反而對這個盤是危險啦 你看今天的盤你就知道了嘛 你看喔 到現在為止 你看啊 有沒有漲上去 這是鋼鐵類股嘛 因為今天非電子類股 今天已經打到平盤嘛 如果說你後面這個去追 你看融資創高嘛 對不對 你討不到便宜啊 這類型的個股你看 還是跌下來啊 是不是 你看他漲你去追嘛 留個上影線 結果還是跌下來啊 很多個股都這樣嘛 對不對 你看嘛 融資都在走高嘛 結果都上不去嘛 那我們剛剛說過嘛 如果到下旬美股有震盪的話 你要小心喔 因為這些股票他上不去啊 融資又在走高嘛 如果美股震盪大一點 他又會破底喔 所以不能亂追 懂我意思啊 好 我們再仔細來看 比方說啦 你看航運類股 有些股票離前低也沒有很遠 你看到其他的 其他的航運類股在漲 你認為其他股票也開始動 沒有啊 反而往下跌啊 你看星星也沒上去啊 這顆股也沒上去啊 對不對 還是一樣嘛 還破月線啊 你看萬海就知道啦 漲上去趕快去追嘛 大家都跟你講航運有機會 結果是不是跌下來 如果說這個東西都跌下來的話 我跟你講喔 你買這個應該也討不到便宜喔 會不會拖累喔 因為很多航運類股 現在都已經跌下來 這個類股也是一樣嘛對不對 好 那到底要放在 資金要放在哪裡 各位我們仔細看啦 其實這波我們在操作裡面 我就有跟各位講過幾個重點 我就說 現在的操作裡 你要注意一下那個 成本跟位階上面的問題 如果說你能夠掌握這兩個關鍵 盤氏是漲啊 但很多個股他上不去啊 我們不要說什麼航運鋼鐵啦 電子類股有些股票也是一樣啊 你去看嘛 漲的時候你去追 到現在為止在等幾套 漲的時候你去追 到現在為止也是在等幾套 有沒有 這樣的個股還蠻多的啦 如果說追到一些 不應該亂追的股票 你看那股價都算波段低點啊 是不是 所以有些個股都這樣子啊 你去追完到現在為止 都在等啊 那我就跟他講啊 其實 富貴你不用顯中求 你可以穩中求 如果你你的現代是太投機的 或者是你老是都叫你用追的 追到現在為止 我是不知道對你而言 你的那個 整個投資組合到底是賺還是賠啦 看目前這種盤氏喔 你只要漲什麼你去亂追什麼 很容易就套牢 可是你要怎麼樣富貴穩中求 同學 我跟他講過啊 你要懂得讓自己去做教 你要做教 你就要注意到什麼 他的位階問題嘛 對不對 不是說等到漲上來你再來去追 然後呢去追高點 如果你能夠了解到 你能夠掌握到位階的問題 你的成本永遠比別人低啊 你懂我意思啊 好那重點來了 那要怎麼去做 你來仔細看啦 其實這波有些個股喔 我們是用輪動的方式去做操作 也就是說 我一定有買有賣啦 而且呢 我們是買在低檔 把你成本壓低嘛 拉高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去做調節 因為大家都想買低賣高 買低賣高 問題是我說 你什麼時候做到 我就是這樣子做啦 所以很多個股呢 你會發現到 當初萬八跌下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叫你都不要買 因為那位階太高了嘛 你要買什麼 所有族群全部都在高檔 你要怎麼去買 所以呢 那時候你打電話進來跟著做的 我說我會幫你找資金幣封港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是以中天合一嘛 那結果呢 第一買高賣嘛 你看合一啊 這邊買拉高之後 賺了四成以上 我高點有賣喔 那時候呢 10月14號台股要談之前 我們先去抓一檔敦泰嘛 對不對 先抓他輪動嘛 結果拉起來之後18% 我也賣掉了嘛 東森 這裡買這裡買這裡加嘛 結果兩支漲停買25% 我們也把它賣掉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喔 有些個股不賣你到現在為止 都在等 如果你去買到啊 那種 比較偏弱勢的股票 你又套一堆在裡面 是不是 所以呢 是不是要有買 是不是要有賣 對吧 那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第一檔買完拉高我們就調節啊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第一檔買完拉高我們就調節啊 那重點是 當我調節完之後 接下來這個盤面後面新的輪漲的方向 它到底在哪裡 同意喔 我剛說啦 本週結算的操作策略還是一樣 不能用追的 但是它有新的輪動要出現 那這新的輪動呢 其實我在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已經有跟各位去做預告了 那新的輪動 新的方向在哪裡 待會我會直接給你答案 好不好 等一下我告訴你啦 反正 買 追這個也 追這個也套 追那個也套 我跟你講喔 你乾脆待會注意一個族群 那這族群在哪裡 待會我再來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就是說 我們先把 低檔買的拉高的股票 我們先賣掉 那賣掉之後呢 我們準備去抓新的輪動 那這新的輪動呢 會在這個禮拜的結算裡面啊 不管你結算前或結算後 它都是大盤撐盤的重點 那這個重點 我待會告訴你答案 好不好 但是呢 我們先說一個 因為公司給我們這個 58封關起算的方案 今天最後一天 今天最後一天 你看喔 封關我記得應該是在1月底吧 現在11月15號嘛 到1月底還有一段期間嘛 這一段呢 都是給你的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 利用這個最後一天的方案 打電話進來做詢問 好不好 待會我們就來看喔 這個盤後面 要給我們的方向在哪裡 你的資金 如果你抓不到股票的 你要去買什麼股票 等一下我們告訴你答案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最好呢 入獄 運打頭部迎接11 11 雙11 乘雙好幾 一加一 58家 封關起算 58家 封關起算 封關錢 老师送你最后一天 苏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苏波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迎接11 11 双11 乘双好礼 1加1 58加崩关起算 58加崩关起算 崩关前 老师送你最后一天 苏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你们知道吗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是什么 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 就是 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前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力义务 迈向成年的第一步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时间表现不错啦 指数还涨个百点左右啦 但问题是不按电子类股指数就开高走低 所以我说不要赚了指数去赔了价差啦 那因为这礼拜是期货结算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的操作 可能要稍微仔细一点 因为过明后两天那个震荡会比较大 因为也有一些空方压力会出来 那这个盘要怎么去看呢 我上礼拜就有跟大家讲过了 美股这地方你就先把它看区间 等到下旬再看它会不会破月线 所以美股现在就是维持区间了 那会不会破月线下旬的事情 还有时间啦 先不用急啊 但是问题是这种震荡的盘局里面 要抓到对的股票 所以这种盘我是建议你 拉回还是占买方 但是你要用布局的心态去面对11月的盘 不要去乱追喔 但是你要懂得去掌握新的轮动好不好 那新的轮动在哪里 我们就直接来看了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抓不到方向的 然后呢 你老是富贵显中求的 我建议你稳当一点 不要每次买什么又套一堆啦 我这几天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讲啊 股票市场里面对一般赏户投资朋友 可能就是像是那种临池的盘式 每次高点你都套高点你都套 这边也套一点那边也套一点 那边也套一点 你没有那么多资金嘛 你这边套一点那边套一点 就好像那个临池啊 把你的肉一直割嘛 是不是啊套一点就割一点 套一点就割一点啊 你能够撑多久 你去想一下 是不是每次高点都有你的痕迹 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啊 你要懂得去掌握低位阶的个股 不是每次拼命去追啦 我跟你讲 追到一档是突然快速跌下来 你其他的个股三档五档 你都没办法去弥补那个损失了 好那到底要怎么去抓新的轮动 我们仔细看 我记得上个礼拜的时候 礼拜三吧 十号 那时候我跟他讲 如果你这时候打电话进来的 我们有新的轮动要给你 我们帮你带你去做新的股票 像这一类型的个股 你去看礼拜三的 YouTube里面的那个袋子里 我又跟他讲 这里有些个股现在在走一个区间 这有两档个股 一档是比较偏大资金 一档是比较偏小资金的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 也是都是在走区间 不是说等它涨上去之后 我再叫你去追 然后我也跟他讲 这个族群的股票 如果你从它的基本面来看 比方说去年赚4.7 今年上半年就算3.7 今年不用讲了 眼睛闭闭都已经比去年还来得多 所以可见了说 这类型的个股 它的本益比偏低 它的位阶偏低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不是说等它涨了 我们再叫你去追 那如果说要这么做 你自己做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上礼拜跟大家预告 有一个族群要动 你看 都是没有动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里面跟你讲 对不对 好我们直接 这两档我公开一档就好 因为另外一档筹码比较稳 我们先暂时先不公开 上个礼拜三左右 我跟大家预告的股票 比方说齐力薪 这是做什么 被动元件 对吧 好各位你注意看 今天股票长红状 有没有 上个礼拜跟你讲的时候 还在那边走震荡 那我就跟他讲 在他快发动之前 我会带你进场去 所以像今天这种盘势 我们开始去掌握 第一的新的轮动 那这个轮动在哪里 在被动元件 好那各位我接你了 如果这个盘 你现在不知道 做什么股票的 你东买西买 东套西套的 我是接你 这个时间点的被动元件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会开始出来升盘 因为如果说你从整体的 被动元件的位阶来看 比方说 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一个打底 比方说代表性的 国际华兴科 是不是都在打底形态 那这个打底形态有一个现象就是 他们的季线就在那边走震荡 它的季线 未来的成本是一路往下降 所以它再怎么样都说一过季线 当它站稳到季线之后呢 它的底就全部出来了 底就全部出来了 好那被动元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就是整体的本益比它是偏低的 那你去试想 这个礼拜是期货结算 那这礼拜的期货结算 难免会多空交战 那多空交战的过程里面呢 全职的个股呢 比方说 比方说有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全职股 比方台积电或联电 这个多空交战会很激烈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从他们的位阶来看 这个地方开始出现震荡也合理啊 但问题它都上去了 有没有 有些个股都已经上去了嘛 那既然上去 我说你就不要去追嘛 可是如果说这个盘开始在走震荡的时候呢 它一定还要有一个新的族群去做撑盘嘛 那什么东西最有机会撑盘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你不知道做什么呢 你就去注意一下被动元件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你会发现到啊 被动元件全部都在低档 有没有 被动元件全部都在低档 所以你不要说 等到它真的在爆量 然后开始出现撑盘 然后站上季线之后 你再拼命去追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我们早在上个礼拜就给它预告了嘛 我说还没有动啊 但问题是你今天不就是要低买高卖吗 还没有动的时候我们跟你预告 结果呢 今天已经开始过季线了 这代表什么 已经有一些买盘 它开始去切入到什么 跟被动元件相关的一些个股 所以呢 你资金稍微大一点了 我们有叫你去买奇力薪了 今天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那你资金小一点了 我们去带你去买另外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筹码更稳 那这档个股呢 它的基本面就在这里 去年赚4块7嘛 今年上半年赚3块7嘛 所以本益比很低 而且筹码很稳定 所以你资金小的 你注意一下这一类型的股票 当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当它一发动的时候 我跟你讲啊 它就是要攻涨你 你懂我意思啊 今天跟你讲的股票不是说 等它涨上来我再跟你说 而是说到底这个盘 它未来会怎么去走 那你现在要怎么去应用这个盘势 比方说开始会走震荡嘛 这如果说震荡盘局 稍微大一点的话 一定要有东西来撑 那你要什么东西来撑 很多全职股 像金融股的很多人已经创高了 就不能乱追 哪一天追到高点 找麻烦了 那你多空交涨也会针对一些 重点的全职股在那边做什么 做多空的那个力道出现嘛 所以现在最稳定的 应该就是放在什么 被动元件身上 所以不会做的 与其乱买的 你自己先注意一下被动元件了 因为被动元件稍微一动起来 就准备要攻际线了 际线一上去 那个大底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不要少自己麻烦说 等到确定了真的上去你再来买 老是帮我们抬交干嘛 那你今天跟着做呢 我就说嘛 很多好的股票我就跟你 早就帮你准备好了 什么样的个股有机会 你就先买嘛 你把你成本压最低不是很好嘛 那如果说你资金再小一点的 没有关系嘛 11月出高之后也跟大家讲嘛 有些攻击型的股票 还没过紧线之前 我建议你去买 结果你会发现啊 这类型的个股都已经开始要冲高了 开始要冲高了 所以呢当他一过前高这个位置区的话 那个是一个波段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这些脉动 与其你看到长什么你会去追什么 没有意义啊 你去参加投顾用追的那更没有意义啊 用追你自己追 自己追就好了 何必参加投顾 对不对 所以呢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新的轮动 我们就在帮你 一直在帮你累积获利当中 我们绝对是有买有卖 那当然啊 我刚才有说过了 如果你不知道要抓什么呢 你去抓被动元件 你被动元件又不知道要怎么抓的 你就跟着一起来 因为后面新的股票 我们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后面要发动的股票都准备好了 好不好 跟着一起来 我一定带你有买有卖 OK 好 所以58封关起算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来电咨询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头顾 迎接11 11 双11 乘双好礼 1加1 58加封关起算 58加封关起算 封关前老师送你 最后一天 苏波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 02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头顾 迎接11 11 双11 乘双好礼 1加1 58加封关起算 58加封关起算 封关前老师送你 最后一天 速播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HIP